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在占星术中 每个星座都有其独特的性格特征和相容性 对于梦想丰富 情感深邃且富有同情心的双鱼座而言 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他们的感性 支持他们并与其共享生活梦想的伴侣至关重要 根据传统的星座相信理论 有几个星座在与双鱼座的匹配度上尤为突出 它们分别是巨蟹座、天蝎座和金牛座 今天我们将探讨这些星座与双鱼座之间的相互吸引和兼容性 解析为何它们是双鱼座最适合共度一生的星座 从元素的角度来看 双鱼座是水象星座 而巨蟹座和天蝎座也是 这意味着它们都共享对情感 直觉和深层沟通的重视 水象星座的人通常都是感性的思考者 它们重视情感的连接 并且能够深入的理解和共鸣他人的感受 这种共同的基础为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提供了天然的平台 双鱼座和巨蟹座都以其家庭观念和保护性强的特质而著称 它们都有着强烈的家庭归属感和对稳定生活的追求 在一起时 它们可以共同建立一个温馨 支持的环境 满足彼此对安全和情感满足的需求 它们的亲密关系往往基于相互的理解和关心 这使得它们能够共同克服生活中的挑战 双鱼座和天蝎座之间则有着强烈的雌性吸引力 天蝎座的深刻 神秘和激情与双鱼座的梦幻 灵动和创造力完美契合 它们在一起时 可以形成一个探索生命深处真理和情感的伙伴关系 天蝎座的坚定和决断力可以帮助多情的双鱼座保持焦点 而双鱼座的同情心和理解力则能满足天蝎座深层次的情感需求 金牛座稳定 耐心和对美好事物的欣赏而稳定 它们倾向于寻求安全感和可预测性 并且重视物质舒适和感官享受 与双鱼座结合 它们可以共同创造一个充满爱 美和和谐的家庭生活 金牛座的实际性和可靠性 可以为多愁善感的双鱼座提供坚实的支撑 而双鱼座的温柔和想象力 则能给金牛座带来温暖和灵感 然而 尽管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任何关系都需要沟通和妥协 双鱼座可能需要学会欣赏伴侣的实际性和稳定性 而它们的伴侣则需要理解双鱼座的梦想和情感需求 当两者都愿意相互学习和适应对方时 它们的关系就能够变得更加坚固和和谐 巨蟹座 甜蝎座和金牛座都是理论上与双鱼座相配的星座 它们共享相似的价值观 生活态度和情感需求 这为它们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 重要的是记住 星座只是个性和关系兼容性的一个方面 真正的连接取决于两个人之间的相互尊重 沟通和共同的努力 无论星座如何 理解和关心对方的特质总是建立和维护成功关系的关键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